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我们去大山里面探索一个小墩窗 听说里面只有几户人家 现在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住在里面 现在沿着这条小山路 大概走一个小时左右 出发 走这个山路的话 要拿一根棍子在后面 像这种路已经很久都没有人走过了 就怕有大蛇在这个路中间拦住 已经走了40分钟了 先休息一下 现在走到这上面已经很平坦了 也没有看到村 再走往前看一下 应该快到了吧 走到这里就非常的平坦了 我又换了一根这么大的棍子 也没有发现村庄 现在在这里就发现竹林那里 有人用这个竹子围住那里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到底下面是干什么的 下面有一个无底深渊 黑乎乎的 直接不见底了 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 怪不得有这个村民用这个竹子围住这里 应该是怕这个山羊或者是牛掉下去 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这个地方 下面黑乎乎的 直接不见底了 够恐怖的了 等一下我用个石头砸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声音 在那边找了一个大石头过来 在这种山顶发现有这么大的这个无底深坑 确实非常的恐怖 我看着有些可怕 现在试一下把它扔下去 看一下有没有声音 看一下到底有多深 看一下扔下去了 哇下面有水啊 估计扔下去得有个 一分钟或者半分钟吧 应该有三四十秒 哇想不到啊这个地方 这么大个石头下去很久了才听到这个水的声音 不得了不得了 这下面应该也是有鱼 但是不能掉这个地方 看一下 这个够深了 如果在这里打海干下去的话估计行哦 但是在这里一个人确实是不敢来 在这个山顶 有这种深坑确实相当的这个 凡见了 这个地方围起来也是相当的好 看一下在这个坪的地方 啊 边边也是有这个石头的 杠子就有一些心里 站在这里就是水 腿有一点这个发麻 好我们继续找那个 看一下里面还有没有尊穿 要是再没有的话 走这种地方 现在是全部听到这个鸟的叫声 有些恐怖了 就怕有些些大型的动物出来 就再走一下看一下吧 到这里就还没有发现村庄 就发现有人上来种这个牛草 再往前走一下看 如果再没有的话 估计这个村庄就全部倒下来完了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种这个牛草 走吧 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 大概应该在这里了 看一下这个地方已是隔离 再走一下 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 终于到了 看一下那里真的是有尊穿 还有马儿在那里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因为没有水了 过去看一下能不能弄到一点水喝 今天又出这个踏踏羊 这个口渴得很 看一下 这里还有应该是有好几户了 还有一间是水泥砖做的 过去烤一瓶水喝吧 不知道也不确定有没有人在里面 反正要么就在这里面放养这个牛 人要么就上山去了 要是在家的话就更好 走吧 看一下这里还有个小水池 这个马儿是不绑的 应该是放养在这里面的 看见人当然走过来了 看一下这里面这个马儿也非常的回忆啊 是不绑就是这样子放养的 因为这里面都是没有通路的 这些在这里面离外面那个路 我们要走这个山路要走三个小时 所以在里面养这些山羊的这些牛 都是不怕人来偷的 算了我们还去讨一口水喝吧 这个门已经锁住了应该是没有人了 这么好的房子也没人住了 不过在这里面铺通路 确实住也是没有啥意思的 太辛苦了 出外面去买一点东西 确实有些难 什么声音在叫 好我们走到下面去看一下 那边还有没有人 这种房子看一下 很久了 刚才也看了一下 都是没有人 都是没有人了 这里已经是一个无人村了 现在只有一些山羊 马儿 牛儿在里面住了 想找一口水喝都是难的 这边还有倒塌的这些房子 我们走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无人村庄 现在这个房子都倒成这个样子了 估计今天是难逃水喝了 因为没有人 所以就是没有水的 看一下 那边这个房子也倒塌了 现在太阳越来越大了 要赶紧走着出去 不然在里面就渴坏了 到这里 就发现有一个大声音 深坑 这个水不知道有多深 这个水不知道有多深 这下面还有鱼哦 这个水应该能喝了 我在这里就直接打水喝了 太渴了 受不了了 刚才进来的时候 就没有带水过来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台阶下去 应该是以前这个尊窗 也是喝这里的水的 这下面的鱼还是挺多的 说明这种深坑 可能是通往地下河的 也不知道有多深 你看这个 呃 做这个台阶下去 就知道了 应该深往里面 深不可测的 这种地方 哇 水还是真的很冰凉 这个尊窗没有人住 可惜了 像有山有水 风水又好 只可惜没有通路 通路的话就更加好了 打了满满的一瓶水 好 现在就走出去了 看一下这里的这个马儿 刚才有 看着发现 一只现在已经柿子了 他看到人的话 他就过人这边来 应该是很久都没看见人来看到了 所以看见人他就跑过来了 好 现在就有水喝也行了 现在就出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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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 有了